克拉拉维克鱼 她在舞台上表现出的自信和成熟 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 观众们都被她的演奏技巧和音乐天赋所震撼 她的父亲精心经营着她的职业生涯 为她在欧洲各地争取演出机会 她很快就被誉为神童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 克拉拉就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了 她早期的作品展现出她在旋律和结构方面的天赋 她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即兴演奏家 用她即兴的创造力深深吸引了观众 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 克拉拉的名声越来越大 克拉拉早期的音乐会广受好评 评论家们称赞她的演奏技巧精湛 情感表达深刻 她的表演不仅仅是炫技 更是对音乐灵魂的深刻诠释 感人之深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演出 她在音乐界声名缺起 即使在她年轻的时候 克拉拉也面临着音乐界男性主导的挑战 一些评论家质疑她是否有能力像男性一样作曲和演奏 克拉拉拒绝被这些社会期望所限制 她继续不知疲倦的工作 磨练自己的记忆 挑战女性音乐家的可能性 她的决心和才华征服了观众和评论家 她开始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 在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等主要城市演出 她的音乐会常常爆满 黄寺成员和艺术界领军人物都是坐丧兵 她的名声远博成为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 1830年 十岁的克拉拉遇到了罗伯特·舒曼 罗伯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曲家 也是她父亲的学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发展成了爱情 他们的关系遭到了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 她认为婚姻会影响克拉拉正在蓬勃发展的音乐事业 尽管困难通通 克拉拉和罗伯特还是在1840年结婚了 他们的结合开启了一段非凡的音乐合作关系 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彼此的创作 罗伯特的创作经常反映出她对克拉拉的爱慕之情 她把很多作品献给了她 包括著名的钢琴套曲《狂欢节》 反过来 克拉拉也热衷于推广罗伯特的音乐 她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她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听到她的音乐 他们共同的音乐生活是他们彼此灵感和支持的源泉 他们合作完成音乐项目 并鼓励彼此的艺术发展 尽管演出日程安排得很满 还要照顾家庭 但克拉拉一生都在坚持创作 她把作曲视为自己艺术表达的重要途径 她的作品常常被丈夫的名声所掩盖 然而 她的作品现在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拉拉的创作风格非常个人化 而且富有表现力 她将自己的情感和经历都倾注到音乐中 她的作品常常反映出她自己的生活经历 包括她对罗伯特的爱 以及她作为一名女性在音乐界所面临的挑战 她的音乐以抒情的旋律 创新的和声 以及亲密感和情感深度为特色 她主要创作钢琴独奏和室内乐作品 这些题材让她能够探索各种情感和音乐理念 她的《G小雕钢琴三重奏》作品第17号 是一部充满力量和戏剧性的作品 展现了她的作曲技巧和情感广度 她的钢琴独奏作品 如作品第12号歌曲集中的《我应该告诉你吗?》 都是精致的短片作品 捕捉了浪漫主义书情师的精髓 第五部分 柏拉姆斯的支持者连接两个时代的桥梁 舒曼的家是音乐活动的中心 他们举办撒隆接待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其中一位音乐家是约翰·内斯·柏拉姆斯 他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 后来成为舒曼夫妇的密友和门徒 克拉拉很早就发现了柏拉姆斯非凡的才华 他成为他音乐的忠实拥护者 在他的音乐会上演奏他的作品 并向其他音乐家推荐他的作品 他在将柏拉姆斯的音乐介绍给更多听众方面 发挥了自观重要的作用 他的支持帮助他确立了自己 作为那一代主要作曲家之一的地位 克拉拉与柏拉姆斯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师徒关系 他们在艺术和个人方面都有着深厚的联系 他们的通信往来揭示了一种复杂而多方面的人际关系 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相互尊重、钦佩和爱慕 在罗伯特去世后 克拉拉继续支持柏拉姆斯的音乐 他确保他的天分会被后代认可和欣赏 第六部分 欧洲音乐厅与世界分享音乐 克拉拉·舒曼的音乐会之旅将他带到了欧洲各大城市 他以其精湛的技艺、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音乐修养征服了观众 他的表演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 更是对音乐本质的深刻诠释 他有一种非凡的能力 能够在情感层面上与观众产生公民 他的曲目广泛而多样 他支持他的丈夫罗伯特·舒曼和他的朋友 约翰·内斯·伯拉姆斯的音乐作品 他还向观众介绍了巴赫、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和其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 他的表演对塑造公众品味和扩展钢琴曲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克拉拉的音乐会并不局限于独奏表演 他经常与当时其他著名的音乐家合作 包括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西姆和费迪南德·大卫 以及大提琴家阿尔弗雷多·皮阿蒂 这些合作产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室内乐杰作演出 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一名多才多艺 备受追捧的音乐家的声誉 第七部分 教学生涯、培养后代 1856年罗伯特去世后 克拉拉继续演出和创作 他还在音乐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法兰克福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多年 他自力于培养年轻音乐家的才能 他的教学方法严谨而不是启发性 他强调技术掌握和艺术表达并重 他向学生灌输了对音乐的热爱和尊重 他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了成功的演奏家和教师 他们继承了他对音乐的卓越追求和奉献精神 克拉拉对音乐教育的贡献超越了他的直接教学 他编辑出版了罗伯特·舒曼的作品集 他确保了他的音乐能够为后代音乐家所用 他的编辑工作对保存和推广他丈夫的音乐遗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八部分 他经历着音乐家们 他打破了女性在音乐领域的障碍 在女性常常被劝阻不要从事音乐事业的时代 他作为一名演奏家 作曲家和教师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他的决心和才华为后代女音乐家铺平了道路 他的影响力可以从他所激励的无数年轻音乐家 他所支持的音乐 以及他自己作品的传承中 看出来他在音乐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第九部分 永恒的声音 他音乐的持久力量 今天 克拉拉舒曼的音乐正在复兴 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欣赏 他的作品被更频繁地演奏和录制 学者和音乐家们正在重新发现他作品的美感 深度和创新 他的音乐在今天仍然像19世纪那样 以同样的情感力量打动着观众 尤其是他的钢琴作品 因其抒情性 技巧性和情感深度而备受赞誉 他的室内乐作品展现了他对曲式的精通 和对乐器相互作用的深刻理解 他的歌曲虽然数量不多 却捕捉到了浪漫主义抒情诗里的精髓和情感上的脆弱性 克拉拉舒曼的故事证明了天赋 决心和音乐持久力量的伟大 他克服了个人和职业上的挑战 成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的传奇故事继续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 并引起